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六个时尚单品中 竟然有一个是蛋糕做成的 这是一项与众不同的蛋糕烘焙大赛 选手们又把蛋糕做成各种不像蛋糕的形状 然后和真正的物品放在一起 看是否能骗过评委的眼睛 每期获胜选手都能拿到最高一万美元的奖金 作为上期的获胜者 乔尼直接拿下了本轮参赛资格 她还可以自主选择两位对手 亚裔女儿阿普和金发女孩妮娜幸运入选 接下来他们将通过一个火眼金睛的游戏 来决定谁先挑选要复刻的物品 这六个时尚单品中只有一个是蛋糕制成的 在20秒固定时间内 最快从里面找出正确答案的即可优先选择 1号羊毛衫 2号红色包包 3号手拿包 4号鞋子 5号化妆品袋 6号水桶帽 请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想你选择了4号鞋子 可惜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另外两人都选了红色包包 显然他们的眼神更好一些 不过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在这样昏暗的灯光 想要看出破绽真的有些难度 最快选出正确答案的是妮娜 她选择复刻的是3号手包 这个看起来确实最简单 阿普选了4号鞋子 她的丈夫是球鞋迷 家里有一整面鞋墙 所以她对鞋子的细节还是很了解的 想你最后选了帽子 这个看起来又是很难做的样子 限时8小时的红杯比赛很快开始 阿普上来就找哥哥粉 她决定做巧克力软糖蛋糕 里面加副粉子酱 真子酱等等 阿普的工作是在加拿大一家 公民权益组织当教育主管 和蛋糕制作是完全不沾边 蛋糕做这么好 也只是她的业余爱好 只能说又是未来人间凑数的一天呀 上期护盛者强尼 准备做肉桂味的甜甜圈蛋糕 兜里揣了1万美元的她 当然还想再揣1万 连赢两期肯定很酷 就看她能不能做到了 尼娜是看她选手们最看好的一位 她实际蛋糕就是为了出发创意 小龙虾 猫咪 游戏机 这些都是她用蛋糕做成的 她有一家自己的蛋糕店 声音还非常好 尼娜这次要做的也是巧克力蛋糕 但她的蛋糕会带有咸焦糖口味 对于手包蛋糕的复刻 她决定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尼娜平时就是个时尚女孩 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鞋子 对于时尚单品都比较了解 对这次比赛她也信心十足 强尼的帽子蛋糕里 有一点很难模仿 那就是纺织物的外观 她打算用一种名为 弗里斯可的维画纸来做 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这种材料 可不幸的是 在组装定型的过程中 弗里斯可一直不能牢固地 粘在蛋糕上 就算用可食用胶 都没法挽救 这导致做好的帽子 一看就很破旧 完全没有真实感 简直全是破绽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 仅剩一个半小时 强尼不得不放弃弗里斯可 打算用造型巧克力 拱头再来 这个决定也是真的很大胆 尼娜刚用模具 给造出了皮包的皮壳质感 她的进展一切顺利 甚至有空给手包加上了仿真缝线 比赛时间很快过去 强尼紧赶慢赶 顺利完成了作品 还细心地给帽子 安装了假扣眼 现在三位时尚界的评委也就位了 他们之前并没有观摩这做过程 所以对选手们的作品一无所知 首先展示的是尼娜的手包 这五个包包里只有一个是蛋糕 评委们要在20秒内讨论出一个答案 如果猜中就意味着尼娜失败 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评委们纠结了半天 最终选择了五号 不过他们的意见并不同意 也有人觉得是四号 选五号的认为 她外观太亮 有点像翻糖质感 可惜五号并不能切开 她是真的包包 四号才是正确答案 接下来展示的是五只鞋子 这里面只有一只是阿普做的蛋糕 你的答案是几号呢 评委们在二三之间来回徘徊 最终选择了二号 因为她的鞋底看起来没有足够纹理 不过很显然 他们再次蒙错了 正确答案就是犹豫不决的三号 她距离较远 确实不容易看清细节 阿普也成功骗过了评委的眼睛 最后就是强尼的帽子了 这五项帽子乍一看 根本没什么拓展 评委们伸张脖子反复确认 最终选择了离得较远的五号 看来是想吸取上一轮的教训 而且五号看不到金属扣眼 这一点就很可疑 不过这话一出 就代表他们的答案肯定错了 因为强尼专门做了扣眼 五号确实是真的帽子 强尼的蛋糕是四号 在明亮灯光下 四号的颜色涂层就很明显了 现在三位选手都骗过了评委 决定胜负的 只能是蛋糕味道和细节了 强尼的甜甜圈蛋糕 最先被品尝 里面加着松脆的香草颗粒 口感层次丰富 有种卖片粥的感觉 只是离近看 它的细节就很一般了 相比之下 阿普的鞋子蛋糕就惊得起细看 他还细心的在鞋子里面上了色 看起来极为逼真 巧克力副门子蛋糕 也得到了一致好评 尼娜的巧克力蛋糕 带有椰子奶油芝士和杏仁片 味道十分不错 更重要的是 他细致地把包带也做了出来 这点看起来非常真实 皮革质感也很绝 经评委们的一致决定 尼娜成功当选本期冠军 拿到了5000美元 此外 她还获得一次 蛋糕或美金的游戏机会 这两袋美金 只有一袋是真钱 另一袋是纺织蛋糕 而尼娜有15秒时间锁定答案 如果她猜对了蛋糕 就能再获得5000美元 猜错的话 这5000就会累积到下期讲池 各位 极限二选一 请锁定你的答案 尼娜一点也不确定的 选择了二号 她觉得二号带子 有点翻腾的感觉 不过很遗憾 二号确实是真钱 只能说尼娜不够幸运 不过她还是可以直接晋级 下一轮比赛 说不定 下次奖金还会回来呢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一拉罐 下期更精彩